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来说去 你还是放不下你的鉴定猴吗 对 我就是放不下 你别吃了 我带回去给猴爷吃 没想到啊 你还会向人致谢呢 看来姜姑娘真的是对在下有非常大的物件 你为什么这么爱吃糖啊 莫非姜姑娘真的对在下感兴趣啊 我先前用不苦粥试探你的时候 你说那粥不够甜 真正的不苦粥是什么味道的 不记得了 你不是月落人吗 你是连安人 难道你能记得你儿时吃的一碗粥的味道吗 我记得呀 只要是我吃过的味道我都记得 就这么说吧 天下美食过嘴波 雄无大致 什么意思啊 非得像你们每天斗来斗去的 那才叫活着 你为何一直执着于不苦粥呢 我先前下山 就是为了去月落采灵鹫花 给师父做不苦粥贺寿 可谁知道 来了庆康就走不出去了 你师父喜欢不苦粥 他年轻时和家人一起喝过 他说那个是对他非常重要的回忆 不苦粥 不 不苦粥 告诉你 也不是不可以 但凡事都有个礼商往来 你也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你休想 放心 我知道你做事的规矩 不会让你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你想干什么 我奉陛下之令 监察裴侍与军心案的关系 我需要长逢卫 通信密文的注释本 这跟军心案有什么关系 裴侍的那些嘴脸 你也都看到了 长逢卫 是我裴眼的号令 掌握了长逢卫的动向 就可以掌握裴眼查案的动向 你怀疑侯爷会包庇裴侍 人为了所求之事 有的时候 什么手段都能用得上 如此一来 裴眼就可以官复原职 你也可以与师父重聚 我可以向陛下交差 难道有这样一个 一举三德的距离 不是吗 你休想 我既然答应了帮你隐瞒身份 不阻拦你 就绝不失言 但我也绝不会再被你利用 说来说去 你还是放不下你的鉴定侯吗 对 我就是放不下 你别吃了 我带回去给侯爷吃 好 是 在月落 有一个山谷 名叫明月谷 那个地方 四季长青 百花遍地 但那个地方 也是月落的葬场 月落人从来不惧怕死亡 他们常年在月下长眠 亲人和朋友的思念 让他们的木旁 长满了鲜花 那便是灵鹫花 他们将其彩下 熬不苦周 倾诉对逝者的怀念 道尽人生的 酸甜苦辣 我可没问你啊 是你自己跟我说的 你别跟我抢买抢买 人各有求 祝你得偿所愿